我搅着搅着这尺寸,正好啊,咱拿笔来画一下,我找不清楚了。 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嘛呢,呃,一个,牵着那个,溜着头的尺寸,啊,就这样画下来了。 我这趟线呢,直接搅着搅着这趟线,我这趟线呢,呃,就是,不到啥。 就是这个尺寸,也不你水转进去,这个尺寸。 嗯,我拿起来这个就说说,说嘛呢,这个尺寸呢,啊,它这个尺寸是进去的。 你看,这边就快到四个了。 呃,这边要带这边才傻子。 这个花啊,呃,有的人呢,是仓绅啊,是仓绅,短绅是短绅。 哪种做法都有,但是也有俩做一边仓的。 那叫做一边仓的呢,它是在石里头倒了个八字。 好像这么长的水,真没必要倒八字。 但是你说,倒八字,它在里面不见得也结实点。 那也不为乖。 你就拿这个花来锁啊。 嗯,要锁下去,没完没了的锁。 这种案例,你这个花,你说多少种做法。 你看我这个嘛,就是那么宽的料。 这个花的概念就是在这种花,撩款又撩款的做法。 对吧?包后尤其,你包了,也有包的做法。 包了这个东西,要在这儿提个口,对吧? 呃,见会儿做,刮小的。 还有呢,那咱就不提人肠子了。 这打个牙子,写个小木,觉得弄口的。 还有,这儿展个条的。 对不对? 你猜我这个呢,就是一个甲。 对吧?就是一个甲。 就是一个水。 就是一个水。 你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手冤的。 如果要是,想带骂人,带这体育操。 一块撒进去,也行。 这这么大的花,好像真的没必要。 这这花我先,我不能说包的穿门。 好像肯定不会有问题。 你知道吗? 你有了花,你现在看了,你家里面一挂。 有了呢,还在这儿打蝎子的。 尤其咱说这老花。 我就说这老花了。 你这老花它不一样。 有没有啊,这个我爹呢,咱也不说嘛。 就说老家具我也踩了不少。 但是特别搞哪里咱没踩过啊。 咱球摸的嘛,妈打烂七八糟的,我踩了不少。 我踩了不少呢,你就不管任何家具。 有时候里边未必结构都一样。 有没有我踩了人家,有时候我也琢磨他。 嗯,有没有这里欠什么呢? 欠着我有个群,两千人的。 嗯,欠着呢都,假群的哪个,也假不就来。 腾讯他就给两千人的名字。 你说你有没有办法? 好几个目净啊。 假如我呢,有时候,嗯, 保释来,上试会报纸,也上不少点试。 就说嘛呢? 来了好几个目净,就探讨这个事。 就是这个尺寸啊,样子啊,和这花啊。 你人说哪个花能看出什么梗儿来? 说这个东西,嘛叫蒸蚝。 你比如说,你就做一个东西,装这个。 那你就必须做完了,给你装蒸蚝了。 因为有的东西,你说这个东西, 你说我做的插汗,是不像? 嘛叫是不像? 你说哪有那么个叫荷叉的插汗啊? 这不就是,你看着这个,就看着康托。 你康托这个东西是跟那一瓣马蹄也好, 你捞股腿也好,你那一瓣马蹄, 喝着做饭,你款料,跟着一模一样。 这个看着吧,这脚价磨。 你这个脚磨上来,它应该比这个,好像还省事。 就说嘛,我从那里,我已经拍了, 有一百多集视频了吧。 全穿油裤去了,对吧? 也让大伙免费的看。 就说嘛,我来教个教个信手, 我离伍的手也没法用,对不对? 没法用来教个教个,大伙免费了。 对我来说也没损耗,对吧? 那无所谓啊。 我做完了不还是, 不就为了教个教个大伙吧? 在这种东西, 不能说你做一个,你看他这样啊? 做一个做出来,做好了。 不能说捅齿。 基本上,万变不离其中。 这些是一个稿水, 这是一个底水 你说你不就借起个花吗 你只要把尺寸的掉了好了 你说这个腿子 你借上来瘦一下 它也不难看 你借上来废一点也无所谓 但是有人呢 特别特地交接个枕 就什么呢 这个蜡就是不好看 那一个说呀 咱是玩咱的 演技说演技的 就什么呢 咱要是那 但来底下那木匠 好像 我来了 上我家来了木匠 其中就有八十多岁的 儿子开车拉过来 废得见见我 说这个木头这个活的事 来之后呢 咱呀 演技八十多比我 说句实话 大概二十多 我快三十年了 演技人 十千元都比我吃得多 但是我要是问出正事来 好像他也说不清 那木匠都是起巴基的木匠 多硬刻的木匠 这个东西 所以说呢 我踩了好些 你比如说 那个老家就老巷子 你看里头那样味石 那他绝对这漂亮 可是你看得漂亮 这个东西你没踩 你踩了 他里头也有鞋子 他也有不严实地 但是咱不能说 特别好的活 那我也没见过 我踩了巷子 好像踩去 那都是应该的巷子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做活锁的意思 我并不是说 说这活好 这么把它卖了 我没有这意思 借一个东西 也不说嘛 再说这个东西 反过来再说嘛 是这种木头 这都是 几年老料 你各家里长 他也不做这种东西 很少做这种 这种东西 特别难做 这应这应的 又难做 又不好干活 你比如说 真实的化力 那朝花样好 哪个东西 就是好干活 我一挂臭臭的 这个不行 贼硬 咱也说 要是为了玩 呃 完了今儿子呢 说了多点 我也 不跟别人一样 你说别人 人家有脑子 人家好 人家到时候 背给操稿 我是敢拿锁哪 这上午 别人要不问我 康座的尺寸 我不说这个 就是外面 做活 你木槿 把这活给人做贵的 能叫了 这就对头 具体旺盘多大 你这个东西 我就看到 这还留个海叉了 你看 这也留着海叉 这也有多块 留个多 五把就不做了 对吧 那李贵 那张神呢 是一元 我们做了一米六 那一米五十九 就不行了 所以说 这个东西 不是那么准准的 说了多少 咱现在呢 我把这个绣绣 你看这里头 跟烂钢在那绣绣 绣完之后呢 我开一个神 我把神开出来 因为要砍时间 也太长了 你都砍出来 砍完了 我把你绣毫了 看看这个东西 那么小 因为什么 它都是 跟烂钢在那 看到吗 哪个都如此 你看 咱把你绣毫了 我把你手砍出来 砍一个 完成之后呢 一会儿都砍出来 弄完了 我把脚子都一抹 咱把这个 腿子弄出来 因为这个腿子 现在这个 这个棒棒 现在还得拆一口 拆一口的意思 好像我也说不好 这个叫骂 好像叫说药 叫骂呀 我就在那木头一块儿出了 如果你要是老的呢 呃 眼睛那是 油在面上出的 也在头上出的 出得往马上出的 在哪儿出啊 所以说啊 你把活做地道了 也无所谓 啊 就是说了多是吗意思呢 有时候你说 我不是说打点麦粉 就是这个东西 有时候做出来 你把脚子弄出来 未必也你看多好看 你脚你这块儿好看 那是你自己锁 对吧 所以说 咱锁这个 咱把这个体 你看看这里头 啊 这里头体下呢 有时候没拉到 你看这个 它都没拉到 所以你 手我们的东西 你必须得锈 差不多 还有 你比如说的话呢 就是说多 你在这种说 如果体系烙 这个外面 先一个压子倒压子 基本差不多 手拱就不行 手拱看起来脚嘛 未必一样 咱说一样的话 不可能一样 这馋都是我先摸的 先摸的 这些上层木头 也用不了很长的时间 因为你拉的时候 它未必那么诡计 不是吧 因为它这个木头太一样了 还想想 昨天我那个 前天我 前天我爸徒弟 给个爸徒弟做了一个 也是也不 就四不像的东西吧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也是做了类似家的老婆 哎呀 做了是个红松的 拿着一张红松 喝 太好做了 那个东西 松木跟硬木的站步一样 对啊 说不好听 那个东西 做跟这个站步 不是说 这个骂玩 那个 你知道做的 多舒坦呢 不过多年呢 我好多年呢 没弯就轰松的了 特级一弯就轰松的 太好做了 不是说好做了 你想想 你想想 你想这个活 一样的活 晒的 这算杠木完了 都顶不住 你比如说 你想 你看这个活 在的 拔放完 洗眼镜 洗眼镜之后呢 这块有点续 这块呢 压了 这块有点续 你外皮不严 里边不严 你说你这活 怎么叫 你晒这个木头 鬼局就给你打下来绣 塞那个轰松 哎呀 我把它搁上 那卡子已经揉进去了 那这圆会 你这一击 它就杀进去了 接着它就压了 你再借木头 你门都没有啊 混乱了道理 你就能够贴 你说这搞点 你拿卡子给你 卡压了 卡一下 不可能的事 你再借个 差一点都不行 你看看 秀秀呢 它就舒坦 不管哪个 再看 其实啊 秀这种东西 真的没必要 就是说呢 我总要是问的话呢 刚刚大伙 这个东西 不是说拉出来 我妈意思 秀的时候 我还拍 拍吧 不说拉出来就真好 人家说 你拉出来 都不用动 好像手不能动 拉出来 拉出来 不用动的 尤其借种活 你要是 汁水啊 在游泳地下 拉出来 不用动的 正常的 谁都能拉 尤其借种活 拉出来 不用动的 好像 一样 拉完了 它来 修都不修 它就直接 这样 显活 我看 他二人不动 但是 你告诉外的 多事啊 我就是 我就是 保护 我就是 我就是 水 我就是 陈光 木措,不是不乐意用木措,现在呀,说这么好木措也不多 原来什么,这个木措这东西啊,它使用使用的话 它就,都说,晒剑捞缝要措,崩多了,几个过去,好像有毛的少 所以说,就用这铁措呀,到时候,来个铁措子一措 基本上说,牢的铁措,它真是应该比木措强牢了,它一点也不慢 那过去干这活,哪能弄铁措子去,你想弄铁措子做什么,还想都不用想 可是现在呢,我对铁措子现在是离不了了,这不成禁锋了 观众,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下铁措子眼神近 你有时候在岸上啊,尤其铁措这块,你看这片子 你有时候你看不见,这个铁措是装进的 这烙的有点反这个帮子,不是说铁措高 下这个铁措呢,是可以的,这个铁措 也可以的,这个铁措遍 下这个铁措这个铁措了,所以这下铁措 下这个铁措,先完凡点 大铁措的,按下铁措上的铁措 下铁措就搅拌的铁措 在铁措,下铁措,下铁措 海前呢 我也桌不上 原来说五个太小 又弄地呢 原来就插座 嗯 这还差点 行了 这也不 要修一下吧 修 修完了 这个东西 一个一个药 你这个手刀啊 要是罵我啊 你这个真怕戏 好像你能吊头呢 不太多 就说你吊头头呢 再写那个 出了机器的话 手工的不太多 这就有点骂活呢 大肚萝卜活 这是什么呢 你看这边谷啊 那边是别的 能把它搅得严了 强都强不动 这边或使得到吗 你选择这边的 这边或者说了我啊 你看这个灯鱼 那边呢 我这样子了 不错了 嗯,这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我敢瞄了一下笑 这个东西不是45 因为这两料是一边款 就是45 这个你必须放着 对看这看到我的角度 这是给你认好的 这就是一个货池 一模一样的东西 这个货池对好了 货不完 千万不能动 现在因为我这玩货了 这次又货的了 这就随便给它跌了一句话了 我就是给大伙做一下 这个八字是怎么画出来了 要是如果找对角 应该也没问题 但是还是有个货池准等 准等的话 前提是准等 你看这个嘛 就是在手里躲 你看这个嘛 这块面 看到吗 这是个好面 这是个次面 我给妈拿这个这样的几个面 这块料 我等这块插一口 完了之后呢 把这插一块去 这块再处个圆 我正好把这块上摔一下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你这块搁在任何部位 你就再搁在底下 你搁在哪块 它这块上漏子 它也不好看 木顶啊 好像咱说不好听的 做过是一方面的 点配料 应该 咱不能说学问吧 应该有唠叨的关系 一样的木头 也你搁的出来料 我说搁的就是点的料 也你搁的出来料 看着就舒服 等我把活做完了 几乎来说没把他上 你呢 不是说你 咱们 我没说 对门无缘呢 这是同样的木头 要瞧我搁的 搁出来了木头 做出来的活的 就不严得漂亮 他问你怎么办呢 你得知道这个活 哦 这是一个八字 就能把这甩一下 也你把这块上 就露出来 混了之后 他把甩一下 那活多漂亮 你要是躲个街子 那好像应该老大学问了 就是反正你前后赶 对吧 你赶了赶 你把这街子给赶了躲开 那他牛了 但是好像你有的木头 你不够那个尺寸 你干嘛 你嘛 你也干不了 干嘛干去 所以说这个东西 也是有时候有时候活啊 是一个嘛 是一个在点配的 哎呀 这咱还说就说话呢 就说话呢 这一说呀 这不想把这活 就说话呢 你想想啊 我就是说的意思 就是为了叫我大活 我呢 不是叫我 你要会了就 我叫这些徒弟 有时候我就说 说话呢 你这一个礼会 就是他就是他 最简单的 不能说这个 这个大炒我为了 那个也是有麻烦 你说你把这块 吃一点的料 要点满在总门子上 那你这活就全得了 咱们怎么办呢 全得了 就是什么呢 你把一块 无话头的木头 搁在一个总门子上 好像你这手也就是带好 你也倒了万倍没了 问题怎么办呢 你要搁在后审 刮出来 完成的时候打几个羊 刮一血活搁那 拿紧帽子一弹 把线打下去 血活就定了 你说你这种门子 要是选了一块 刺点的料 你说那种门子 拆口 对吧 完成的时候 打操 齐划 完成的时候 什么 难锁 什么操荷叶 哎哟 烟门子 你门子搞了 那烟 好像那一个 不是办法工的问题 那就老去了 所以说木工 作为一个木工 锁不出的东西 太多了 我就是说着多 说 那是万里 你的不脚不脂了 你就把那活给干错了 所以并不是我干的好啊 就是万里 你必须垫着 哦 这个磨 这个活 这个料在哪儿 个在哪儿 你心里再有数 那才行了 哎呀 这个事儿 正是 我来我们时候 很大事儿 不多 对吧 第一年 你在外面干活 现在更容易失望 哪个事儿 真不算多 但是有时候 就用个什么目标啊 磨得多呀 记个耐词 首先 有时候点个门子 一回就记住了 我点个有回 点个那门子 好像 你那段人家具 竟然买皮肠呀 那你妈咋做的 点个了一个 好像有点球的花木 搁在一个下坎上 门子下坎 我叫这块料 你想花木那种东西 它不给别人弄 有广乎 又好看 白不就是又好看 一点纵业没有 那东西 油出来多漂亮 那是一个田达的 那叫田达的 那种花木 所以实话就 就在那么凑的木 那花能给它舍流的 不是啊 油的 当然相当解释了 就是有点 我点本的木 就有点找求 那对说 乃得不请 一回就记住了 所以说油的花 你说这个花子 你有的花你没干过的 你就不知道 你先把这脚拉下去 看了花花香 你先把脚拉下去 好像你带着我费劳劲 就是把这个炸进去 一看那尺寸 带哪儿 正好一拉 好像那花 这个程序呀 也老厉害了 一说你拍那么些视频了 哎呀 锁着这个也不算多 就是锁着多点 也没别的意思 在现在呢 开这锁 锁呢 我也不能都开了 这些都开了 好像 这视频也没完了 就是啊 开这锁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个表条的锯 这个木头 好像一般的铁片子条 锯条差一点的 干脆就别上电梧上 会吗 你根本就拉不了 怎么这么好硬 硬着它都不跟别的 谁硬着硬着 你看这个地方还怎么不好拉 你看那刀啊 踹脚子这么合适 现在你踹不了脚子嘛 你腿还不够那么高 先让它看看 就不拉了 就用几个水 你等一下 你先给它 先给它ед一会儿 上这堆 你先给它 拉的工程,几下就给拉后了,接着就不行 再去拉的,不对,白拉了 往左划呀,也不行 不是不对,白拉 哎呀,这个我得把太钳子,我得拧好,不拧好玩不了 实在是没法弄,它这个东西特别硬啊 我这把太钳子还得拧着上,拧着上来 那要我还砸着我,因为咱地点小啊 弄小地点回来的时候,太钳子掉了 我这都弄得上油眼 这就行了,这就不害怕了,这个 要不你一会儿干工程活 活还没干,人家把脚趾都扎下去 那我要弄的 嗯,这个水吧,是且拉这道,给这接一下 这块不就不用拉了,不就省一句了,你可你你 这个慢慢把它静通通啊,人家看到了,这个水拉到尖上 拉到头,把尖上那个水的肠囊跟它接一下 这骨子就不用拉了,何谈我拉的这句呢 夏天都把这拉拌太劲了 行啊,就知道这意思吧 知道这意思,我慢慢拉吧 拉完一会儿再拍下一劲,好不好 反正这个东西一会儿拉出来,也没有嘛 好,谢谢 谢谢